为了落实低碳城镇 活化工有财产的效能 罗东正公所去年跟国硕集团子公司 硕明绿能签约合作 选择公所前方停车场 跟辖管14处工有建物的屋顶 设置屋顶型跟地面型的太阳光电发电设备 今天举办开工仪式 镇长吴秋林协同正名代表 里长社区理事长一起奔向祭拜 祈求开工大级工程顺利 镇长吴秋林表示 公所前方的停车场等15处 装置太阳光电发电设备 预计在明年1月份完工 每年的发电量超过百万度 减碳量是581.95公吨 相当于2.2座大安森林公园一年的吸碳量 而回馈金的比例是21% 一年至少为正库创造120万的收入 我都在公所跟硕明绿能公司一个合作 在我们公所的这个头前的这个地面的停车场 我们会建置一个地面型的一个太阳能的这个设施 然后在14间的活动中心 和我们幼儿园的处定 和我们这个度时光的处定 和收入的处定 这个证明跟我们签约以后 每一年的回馈金是120万 和我们百多万的回馈金 在每年的元月完工之后 当它开始并联发电以后 它会根据经济部的这个 这个存售电价的回馈 以够增加一个回馈金 所以这都是我们活化这个 一个我们公有财产的一个政策 太阳能转换成电能 减少了我们现在的火力发电的空污域 那也是我们政府的一个绿能政策的落实 所以在这要向各位向心一起报告 我们在时间的时候可能有些不方便 沒關係 我们大家都来互相配合 硕明绿能投入6000多万元 在罗东15处公有建物屋顶 跟平面停车场的空间 设置太阳能发电系统 除了发展绿电以外 还可以有屋顶隔热防水的优点 希望把罗东镇当成示范点 未来持续推广其他乡镇 我们就大约的大概投入了 6500万的成本 然后去帮罗东镇这边去建置一些 太阳光电的 然后也让我们的车子有棚子 那雨家不会直接日晒 然后也不会雨淋这样子 然后再加上说我们建置在屋顶上 那也可以然后做了一个防水以后 那有太阳能遮以后 那防止的温度大概降3到4度 那再来就是说我们工部门的冷气 也可以减少的 怎么讲调低温度量 风量降低 那也做到怎么讲 节能的作用 棚架也好 然后维护也好 还有防水这20年保固 都是由我们国硕的子公司 硕明率来负责这样子 那就是大大的要回馈于罗东镇这样子 罗东镇公所配合中央政策 推动再生能源发展 未来也会持续盘点 适合设置太阳光电发电设备的公共场域 落实低碳永续成正的新愿景 依赖新闻记者刘耀珍采访报导